文化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 延续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和内涵 法轮功从1992年在长春 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 洪传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亿人修炼 法轮功的著作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 很多西方人因为修炼了法轮功 对中华文化心生敬佩 2011年11月26日 台湾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 七千多名法轮功学员 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 法轮大法亚洲法会的系列活动 我是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法轮功 当时我刚刚从中学毕业 那个时候已经几年找真理 经常去图书馆看这些精神方面的书 十七岁毕业才找到转法轮这本书 看几夜还没有看完就知道是我找的 因为我们的师父讲这些理啊 这些做人的那个道理很清楚 就是我就知道是真理 所以呢 练以后呢 从那个身体方面 我觉得很轻松 身体很舒服 而且呢 以前有时候睡不着啊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睡得很香 还有就是 我们师父讲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打不还手 马不还口 所以呢 人家对我不好 我就还会找自己的不足 这样就 我觉得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发脾气啊 因为学了法轮功 Oliver对中文也产生了兴趣 我们的师父也是从中国大陆 所以我想看他的原话 所以呢 因为刚从中学毕业 我就选择在大学 在昆士兰大学 在就是学中文 三年后我差不多就会 跟人家聊天啊 看法轮功的经书 大学毕业后 Oliver选择了去中国教英文 却发现许多中国人不了解法轮功 而且对法轮功有很多误解 因为这些真相都被放锁 他们不知道国外发生什么事 他们一直就是听到 关于法轮功一些谎言 共产党说的 一方面的没有了解真相 我觉得这很可悲 因为法轮功叫人做一个好人 所以他们不知道 那个法轮功多么好 多么有百利而无以害的一个文法 所以我就经常有时 有那个有空 我就去那个经典 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 希望他了解法轮功那个真实情况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 任何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的人都不能被接受 无奈之下 Oliver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 他常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景点 向来旅游的大陆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很容易跟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 不管他们有什么观念 一下子就没有了 他们太吃惊 他们就 你会说中文啊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我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而且给他们讲 那个 因为我练法轮功八年 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 所以呢 迫害好人就是不对吗 这是很简单吗 所以呢 我知道那个共产党华轮功是不对的 希望你了解真相 这样他们比较接受 因为呢 我跟他们讲 法轮功在外国怎么受欢迎 他当然相信 当然会相信 因为我是外国人